有什麽教材 什麽需要的能夺称 我们发现的方法是 文化东西要一点一点的能夺 而且我们用的办法现在是 把人作为这个 写了 to the other side 用上了一个 英文的价格式 把他们作为一个ESL的方法 来教导的方法 要踏进去 而而FIRSTLIFT 就是 FIRE KNOWLED 这些东西要不要用 很多文化东西的话 它需要等 但你要用中文教的困难 英文的东西 所以中国文化也同时 在英文去走 You understand 知道以后再去教 用中文化的文化 比如上去教ESL的 方法你把这全过来 就是这一种很难的 所以具体怎样做 再一个的话 是Native Language Arts 传统的教法 华台课 通过这一点文化 教了以后 最终的要教 但教完以后的话 中国人就觉得 Headiness Disconnected 我中文从中国来的 我已经读完书中 我到台湾都高中的华华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 connection 所以这个从中文教学 本身教学来讲 他们做了很大的调整 就从现在开始 基本上跟英文的 作为共同在一起 从九年级 看他们需要什么东西 让他们真的觉得 我们意识到我学中文 不仅是学文化的东西 而且帮助我学其他方面的东西 我们发现的话 就是九年级的学生进来以后 比如说中国的学生 就是Native Language 我会讲究章的问题 在科学方面 从科学方面 很多的问题 词汇复的文化 或其他方面不一样 我们就把九年级的 中文教学放在什么地方 帮助他们的科学 在科学中的科学 所有的科学中 都在学习的科学 和科学中的关系 他们学习语言 同时的话 学其他的东西 他们会觉得 中文就像一样 他就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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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可以 帮助他 他会有很多东西 十年级的话 跟Global 10年级起来 一般的科学 可能十年级是9年级 10年级是Global 中文教学的话 所有的选材方面 基本上是世界文化 世界文学方面 很多会讲到 历史讲到某一个时期的话 就要跟他配合在一起 所有的乐主的话 从那些方面 开始了 就是中文的东西 你在学中文 同时对学人 和Global 读语方面 有关注 选材方面 就是十年级的 十一年级 中文的话 叫什么呢 十一十年级的话 是跟英文联合起来的 美国跟美国历史有关 就是美国的文学 选题的话 从美国文学方面选 这个的话要求成分 要求到十分较大 没有限制的 但是他们working as a group 他们基本上都有东西 已经基本上可以 这些东西比较完整 但是这个东西 电子里面 都在电视上 这些东西都不加进去 十年级 或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的话 因为英文的话 从美国文学和英国 所以它中文的话 也是上个东西 Shakespeare的东西 可以做 上了 ESO 没有进不了 regulated literature class 读不了以前原主的东西 有很多很好的 欢迎在中国 中国文学的 他们同样可以学习 所有的教法完全是 跟英文联合在一起 同样的教法 你需要 所有文学的 elements 它们都比他们 重要的 所以它连在一起的话 学能就有 这种效果 现在还是比较好 好 中国 如果我们选用中文 都会上中文课 这些东西 基本上 应该是 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 改革方面 中国文课 基本上 从这教学的话 就是很多年 以前也都看过 中文的话 一直教学都不是 特别老师的行为 基本上 没什么想法 第一个的话 让学生可以没看出 第二个话 具体用中文 可以学到其他方面 更新一地教学 再一个的话 我们就是 给学生 让学生历史到 为什么要学中文 中文和英文时间 放在一起的 Snap it 你中文不会写 英文也不会写 一样 写文章的体验 思路的体验 我跟你说的话 我读过 我不用学中文 那么多说 学英文就好 同样的问题 中文会写的话 你词汇到有语法 可以做 同样可以写的出来 所以 make this connection so they can see it 没看到 这些联系在一起 所以非常重要 从老师的角度来讲 从这个方面 也要同时 要帮助学生 要来试图 学生之后 英文教学 从另外一方面 是比较 比较 不是很容易做得到 从现在的话 同样 大家可能对HT 有多少了解 如果HT Chinese 它的水平的话 如果是 对中国来想象的话 不是问题 对那些从来 没有学过的话 是一定不相应的 我们现在基本上 我们把HT 或者更方便 稍微高一点 它作为一个教学的标准 如果是HT Chinese 学生的话 它的 level 不是很高 我们从我们今天看的话 我们没有任何问题 HT Chinese 而已 HT Chinese 再一个的话 就是也不能 跟我们比 可能也不一定行 我们的话 中文的话 这个contact hour 很多 每天两届中文 每天 每天 都会有些 所以 从中文教学方面 世界安排可能 一个 不一样 请问一下 其他课 像数学 也用中文教学吗? 其他的课 用不用中文教学 是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是 都国兰 所谓的都国兰 读的错误 能够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其他方面 中文数学 其他方面 都需要教学 用中文语言 要放在里面 这个的话 因为 历史 原因的话 因为我们 很多人进来 不懂任何中文 所以 你刚开始 前两年 没有办法 进行这种 中文英文的教学 所有中文英文教学 等到十一年级开始 学两年中文以后 每天两届中文课 一个天 十五天 学完以后 十一年级 英文数学 social science 这些课 integrated EP的学生 和ESL学生 在一起了 教学语言是两种 English and Chinese 每年的 Chinese 在兰博家的 各种都不一样 要看这个学生的 中文成立在什么程度 根据他们的程度 来看事实上安排的 教学语言 的话 有多少个中文 这样有什么目的呢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学生 不仅在 语言课里面 要学中文 学化的话 要去用 还要用这个 academic language 要学social studies 你也需要等我们 做social studies 开和disco 去science 这些东西 不是仅仅每天的 合作 可以看一些其他地方的东西 但是 不够 问题都忘了 所以要十一年级 开始 未知的 九年级 十一年级 现在还没有 但从今年开始看的话 可能我们可以做些事情 因为现在的话 我们现在有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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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们的学生 很多学生 去年的话 大概 二十个学生 去年的话 他们的中文程度 都有一定的程度 但是他也有 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 他们有什么问题 这些学生的话 是在美国最新的学生 从小学开始学 去到大运级 他的中文的话 跟两边都不融入的 It's not native speaker 但是比那些学生程度要高 他语言方面很高 但其他方面没有 其他方面的知识很少 比如说你讲到历史的话 你讲 你随便去给文化大革命 We don't know 他可以读 我们大概没得know 但是具体内容是 We don't know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We are actually trying to figure out 他们自己有一个班 再一个的话就是 小学学的是本体字 助音符号 我们是汉语语音 简体字 所以一个问题的话就是 我们都无所谓 就是学生学语言的话 你可以用 我们不是要求你 一定要是简体字 但是他新进来的话 第一个学习的一个班的话 是随时 可以用简体字 所以可以看 班底子看完以后 简体是什么样 要教育的简体 是要办事简化的 基本原理就是什么 原理 他们非常有功利的 所以他们可以 actually try to figure out what's happening 这是第一 然后根据他们的情况 专门就有一个班底 因为他没有办法 跟其他人们在一起 所以有很多其他问题 在里面这个的话 就需要具体来 来做下来探查的问题 所以说从programming 来讲 从我们看是 因为学员很小 我们可以做 做过 我们学员在什么地方 然后他都会 program的 所以从program 来讲一下的话 是工作量比较费 这样 担担一个班 需要往事 需要其他方面 再一个的话 小学校的话 你这个班给上课时间 才能跟他商量 所以现在可以 充分的理由 大家会有什么大方法 所以 You don't know the signal is always a problem 在教学的时候 这些问题的话 我愿意解决 但是如果 要是从这个方面 考虑 安排得好 中文教学还是可以 还是应该可以吧 而且对学生来讲的话 确实是 如果学另外一个program 可以加上其他方面 所以只有中文方面 其他在其他方面表现 非常优秀 多谢您的观众 多谢您的观众 谢谢大家